好多项目,好多活动 愿神亲自祝福一切的 因为祂的荣耀 我刚才来的时候很贱,真的很贱 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 现在很喜欢斯兰班要搬来这边住 我本身也是富庸人,你要知道 所以我对你们有点亲切感 本来我要七点半就到 可以跟你们打个招呼,讲两三句 虽然不是很深入 也是代表我一点的爱心 对你们 我看我要搬回来富庸住了 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鼓励我的家人 我很多家人 我有九个兄弟姐妹 有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加拿大 一个在其他的同学还在服用的 我希望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进来 你们也可以跟他们做个朋友 互相鼓励 我今天带来的信息 我看在场的每个人 我觉得应该是有分三种不同的阶段 有些可能是因为好奇 不过这个是好事 很多次也是好奇开始 对吗 第二个阶段的人 有可能你们已经对神有一种吸引力 你们可能已经信主了 不过你们还是在一个阶段 有时候有点挣扎 很多东西还不明白 第三个阶段的人 有可能你们在主里 已经有一段时期 OK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是应该会发生的事情来的 不过要继续听神的道 我每次祷告给SLA 我就是祷告一个牧师 特徒官和其他领袖 或者有责任的人 可以继续地用神的道 去鼓励每个人 我们不要好像一些人 有一些东西 一些麻烦或者一些事情 我们去找人去counseling 你要counseling 我用神的话 以counseling你一百倍好 一千倍更好 因为人 因为人的思想 人的知识 不足够以改变一个人 明白吗 所以时候我觉得 我以前在我教会 我跟那些领袖说 你不要骂人 你要赶赶地用神的话语 去传道给他们 好过一千倍一万倍 你骂他 人骂不醒的 睡觉的人 你骂他 他哪里会醒 对吗 还没有信主的人 或者是半信半疑 他们还在一个阶段 是沉睡的 你夜叫醒他们 你骂醒他们 你在他前面 有一个 跟他 跟他 也是不会醒的 只能够 神的华语 可以 去缓醒一个人 那些已经在住了一段时期的 我希望 你们更加要跟神的 去研渡 去明解 神的华语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的 我们做一个祷告 神 祝福你本身的话语 愿听的每个人 在神的话语 继续地去 听 也行动 因为最好的 就是耶稣的福音 神祝福你本身的运作 你本身的华语 一切荣耀归你 祷告奉主 耶稣 名求 Amen 喜乐 真理 我加这个喜乐 在真理的前面 就是要给你们知道 也是要提醒我本身 这个真理 不是要 不是要 怎么讲 不是要 压毙你 这个真理 本来就是要 释放你 这个释放 是带来一种 特别的喜乐 这种喜乐 在地球是找不到的 你可以 你的 你的职业很成功 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你可以 一路顺风 好像我们世界人讲 一路顺风 不过你也知道 在你心底里面 还是有一个空位 这个空位 没有人 没有事件可以填补的 没有 你可以有一个最好的妻子 Girlfriend 你的儿女 通通很成功 很乖 有一天 你也是会连老 有一天 你也是会老 会衰热 有一天 你也是觉得 你不像以前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时候 对吗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真理 牧师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是带来一种 特别来自于天上的喜乐 不过我们要研究 这个喜乐真理的全员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谁 我跟你讲 我辅导很多人的 不同不同的问题 不同不同的背景 我还是觉得 他们的问题 多数是在世上的 这个是 我不是说 我们在地球 不要好好 欢欢喜喜的 活下去 你应该这样做的 因为诗篇有讲 Proverbs有讲 在圣经里面有讲 我给你的一切 在地球 是好的 不过 on top of that 在这个上面 还有个最重要 你一定要明白真理 你一定要明白事实 你哪里来的 你在地球 是在这边做什么 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提醒我自己 我在地球 只是一个过客 你知道 是一个过客 有一天 我也会离开这边 所以我知道 神给了我 差不多要七十年的联岁 是要我更加明白 更加靠祂 更加认识祂 好让我可以 跟你们分享 从哪里来 从天上而来 从谁而来 我们要知道 OK 我们要看一些境界 我要老实说 耶稣的福音 是一个很危险的信息 等一下我给你理由 为什么是有点危险 因为凡人在地球 是圣经有这样的称教他们 我们是 你一定会被我所说的枕栋的 我们是圣经讲说 死了的人 我们的灵魂 像神那个灵魂是死了 另外一个名称就是 我们是盲眼的 我们是看不到的 听不到的 我们是迷失的人 我们是 迷失 迷失到一个地步 我们完全是死了的人 我跟你们说 对死了的人 在睡觉的人 或者是盲眼的人 你只可以容行他 给他一个真理 神只有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们来到这边 不要小看你们今天晚上的出席 有可能你带好奇的心 有可能你觉得 在教育也是很开心 这边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做了一星期的工作 你今天可以休息一点 明年又再开始 我明白 这些理由通通都是 我可以接受的 不过我也要给你们知道 在真正的真理上 你们是给呼叫来的 你们每个人今天在场的 不是一个偶然 不是因为你今天 我觉得我应该来 可能是啦 不过在神的安排之下 你不是的 是神对你有一个呼叫 不要错失这个呼叫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息 因为神的道 跟其他宗教的教导不同 它是expose我们的 它是暴露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任性 我们真正的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说 你好吗 我好吗 我很开心 其实我们每个人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心底里面 还有很多问题的 还有一个question mark的 还有一个问号的 还有一个世界 别人不知道的 所以信息是design to expose to break it up 好让你可以看到 你和我的本性 我是说本性 那个本性 原本是堕落的 圣经说 阿当跟小娃 开始的时候 不听神的道 他已经是离开了神了 走之后 人就越来越败外 不是越来越好 你看 这个世界多恐怖 前两天 泰国 一个巴塞 这么多学生 五岁到七岁 就这样 那个巴塞给烧了 三个年轻的医生 和二十多个 五岁到七岁 就这样没有了 这个世界真的很恐怖的 所以你不知道明天 我也不知道明天 所以不要再延迟 好好的 去抓住这个信息 明白 就算你 我的道 今天的道 可以震动你 你觉得不大 不大喜欢 因为我讲你的不对 我讲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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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真正的 你是那个敌 那个natural man 还有那个 那个犯罪的倾向 你不要生气 你应该谢谢神 因为只有坏消息开始 才可以带来好消息 对吗 那我问你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无端端 有个医生说 Sam啊 我要给你一些 很贵的药品 很贵的 medicine 那些药 你要吃 我一定问为什么 Why 我当然不喜欢吗 你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会生气吗 我当然会觉得 你是触犯我吗 你得罪我 为什么 我认得好好吗 不过如果 那个医生跟我说 你的ECG 你的Stand Show 你有癌症 你有这个病 有这个病 你在 在很短的时期里面 你就会去世了 所以 我现在给你 这些药 是要救你 对吗 所以 坏消息 才到好消息的 如果不是坏消息 那个好消息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你不重视的 你也觉得 我习惯了 好消息了 所以坏消息 一定要出现 所以我说 这个信息 耶稣的信息 是一个很危险的 你会 很多反应的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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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年老的 我也没有什么理由 要骗你的 我只能弄到你 开心 我没有 我也不知道 自己会 还有多少连速 对吗 多多关 还年轻 还有很多时间 他慢慢的 我 真的 因为 有可能你说 Pastor 你还 check OK reasonable 不过你 不知道 我睡觉的时候 整个楼可以 踏下来 对吗 我驾着 我很小心 人家不小心 也可以 闯到我 对吗 你不知道 所以我每次 向神 献上感恩 广东话 讲 好 我就讲 哈利路亚 感恩 我还来得及 认识你 其实 我也是 不值得的 有可能 你们人 你们在场的人 比我更好 做人比较 更 我真的不值得的 这个就是 听神的道 的开始 看到自己的 那种 那种 任性 那种 那种 rebellion 那种 罪恶的 倾向 OK Next one Now 这个是 你本应该的 你来自于神 你要回到 神那边的 就在地球 这个短短的 几十年 这个是一个 本分 你本来就是 应该要这样做的 不是宗教 不是那些 讲道理那些 那些道理 有些是很好的 在地球的运作 很好的 不过 我不是讲 我不是在说 世界的 世界的运作 我是讲 到底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 有一个 机会 跟神 永远 不死 Anyway Now let's begin 因为这个 危险的信息 第一 很多人 对神的性格 或者他的教导 有误解 很多人 在外面 跟一些基督的人 或者是 你在外面 看到很多人 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的 每个人都是 我说是吗 OK 我说 你怎么认为 你是基督徒 我说 多数年前 去过一次教会 我有一个朋友 真的 服用人来的 就在 Cameron Street 我差不多 三四十年 没有见到他 他夫人接 很多问题 他觉得 很不对 晚上又看到鬼 我说你吃榴莲 吃太多 是不是 因为他很喜欢 吃榴莲的 每次见我 我们去吃榴莲 我说 吃榴莲 我不能够讲话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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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吃榴莲的 事业上他很成功 搭搭 梁车 搭搭 那间屋子 他说 有点东西不对 不过还是 带有一些 凹气 我本身也是基督徒 他说 从他开始来我教 他说看到鬼 因为 他所做的事业是 按摩业 你知道吗 有时候 那种行业 有时候也是乖乖 要拜这个 拜那个 不好听 就拜到鬼上身 他晚上他说 他看到神 他看到鬼 不过还好 他有来见 我说不要去吃榴莲 那么贵 那帽商 贵 贵 真的贵 吃不起 那些中国人 炒到 那个价钱上去 我们这边的榴莲 运去那个中国 一天就卖完 贵商 五百块 找哪 找买的 这边 我去 一kilo就钱 五十八块 OK 等下 他见到回来 走了 一看到那个档口 我说 他说 这个很便宜的 十五块 我说 这个是甘凤的 甘凤没有那么好吃 老实说 我说 我买 哎呦 榴莲榴莲榴莲 真的 anyway 对神的 misunderstanding 对神的误解 因为你这边 听一点 那边听一点 这边听一点 这边那边听一点 你听的 你听的来源 也是可能一些人 完全都不是基督徒的 四十年前 去过一次教委 他说 我妈妈带我去的 还有 不解 Please 听我说 这边年轻的 很多年轻的 小的 中年的 年老的 每个人都应该 听神的道 第三 你听的来源 你听了 你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拿着一个盾 矛盾 那个盾 你长住 因为你不喜欢 你的真心 你的任性 你的心底 那个空位 被找住了 被 被 被 暴露了 你不喜欢 如果你继续地拒绝 不过 我是相信 今天晚上 神对每个人 有一定的 福教 不要浪费 OK Let's begin The first one I'm marvelous 刚才我讲误解 是因为不相信 然后人的 人的 跟你分享 到 不不好 有时候一些 道 讲道很浅 每次讲 爱你 爱你 我知道你爱我 我其实跟我说 我爱你 我爱你 我说我今天爱我 我知道 不过爱没有feeling了 爱了五十年了 四十多年了 还有什么爱 年轻的时候 那个爱是代表什么 你知道啦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哇 整个世界都停了 那时候 我好像拍拖过 那些肉体 我不是说 那些咸的 我是讲那些甜的 我带我的 那时候是girlfriend 出去 有时候 他一下不小心 打到水 哇 我立刻就 猫了 现在 如果我跟他出去 他打到水 这样都看不到 那么多水 在那边 你还要带下去 逮谁 我跟你说 我没有很多时间 我有一定的时间 给我了 听我说 听我说 就算这个道 也是带有点欢笑 有点 有点 就走 我也不希望 解了 那个神的那种 power ok 跟我说 上啊 来 四篇 十六 一一 写四篇的作者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 在地球 在地球 这几十年的道路 所以有神 所以有神 看着你 这个路程 我们讲是叫 pulcrimmage 就是说 我们是用这个时间 更加的 更加的 认识神 更加的 改变自己 透过他的帮助 透过神的怀疑 透过 圣灵的帮助 因为我们知道 在地球 right 怎么样的好 都好 也是有很多 不好的 也是有很多 困难 挣扎 挑战 不过我们 远望 我们看了 只是看以后 有一天 你在地球的运作 在神的帮助 神的教导 神的指示 你可以 胜过一切的困难 不过最大 最大的喜乐 就是有一天 就算 你面对死亡 你也不惧怕 你也是会说 之后 我就会与神 永永远远在一起 这种喜乐 就是这么说 你必须讲 生命的道路 在地球的几十年 生命的道路 在你前面 有满足 带来一种 很特别的满足 很特别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这个就是讲永恒 有永远的福 听我说 在地球 你需要神 你需要神的道 你需要Holy Spirit 神灵的帮助 你也是需要一种好的交流 健康的基督交流 继续的鼓励 继续的影响大家好的道路 这个是一定应该有的 会有的 我敢担保你 如果你是根据神里面的Principle 你会有的 你有爱心 你爱神 爱别人 以如爱自己 你去神的那个原则里面 继续的走 你就会在神的道路里面 你的信心里面继续的成长 所以你会到有时候不好的东西 发生在你身上 你的职业有问题 你的夫妻关系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健康有问题 你都会有这个忍耐 有一种盼望 有一种power 继续的稳固你 然后之后 在你右手中 右手是说 authority 那个权柄 在你的右手中 神的右手是 祂的权柄的代表 意思是说 有永远的父乐 就是神 神看到耶稣 就看到你 你的信心 是一种unifying 是跟耶稣结合的 不是因为你好 不是因为你改变了几多 也不是因为你特别被宠爱 是因为神看到耶稣 看到你 看到你 神看到耶稣 接受了他的牺牲 接受了他的顺服 就已经raise他在神的右边 权柄 当你活在耶稣结合的 就是代表神看到 耶稣看到你 你的正义 你的正义 是耶稣身上 跟你unify的 跟你一起的 跟你一起的 融合的 为什么我说是一个绝妙的追求 在地球的应讯 我要讲一些比较practical 我们在地球 我们在地球 有时候人也会问 老师 你们试试讲有勇很勇 在地球 在地球也是 在地球也是 有一个神陪伴你 有神的刀 绝绝地看着你 当然了 你要顺从了 当然了 你要追求了 你看 马太夫人 凡老虎 蛋中蛋的人 可以来到我这边 人生真的有很多问题 有些人比较多 有些人比较少 有些人有很多问题 因为是他自己闯出来的 有些是环境 有些是不论到你讲为什么的 它发生的就发生 对吗 所以怎么样都好 我们离不开中胆 我们离不开那个泛滥 可以来到 可以到我这里来 It's an invitation 是个邀请 想象啊 神的独身子 跟神并坐的 在宝座上 邀请 我就是你们的安心 Quiet and rest Beatful 我心里柔和全卑 你们当父我的恶 恶就是好像你看到两个牛 两个牛 两个老 一个比较年轻的 因为他们 他们 就讲啊 他们 他们走坐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不能够配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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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的 我们就放一个木 在他的上面 好让这个比较顺服的老牛 可以带着这个年轻的一起跑 我们小时候 看到很多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只有Electrical Vehicle EV了 LRT MRT 明白吗 所以神 耶稣说 你就付我这个 就是说 跟我一起跑 我的耳 放在你的身上 我走 你就走 我停 你就停 我转左边 就转左边 我转右边 你就转右边 学我的样式 Learn of me 耶稣 很清楚的 在福音记载 他三年里面的 那个ministry 他怎么样活 他怎么活 他怎么对人 最重要就是 他对神那种呼叫 神给他那个责任 就是他每次说 我来是要死的 Can you imagine someone glaim that is the son of God and say that I'm here to die 有哪一个宗教 有这样教你 有哪一个 罗策 有哪一个 学院 有这样跟你分享 神 耶稣本身是 King 他是王帝 他也是 仆人 他是 一个 熊士 一个 lion 他也是 一个 是一个 羔羊 羔羊就是 一个是要 痛而已 一个是要杀死他 拿他的学去 敬拜 Where can you find a God who review that he is bo the returning king at the same time is a servant 你哪里可以 不是因为没有 我就说 你就要相信 我是说 没有凡人 可以想到 这样去 教导我们 这样的去 泄露 的真理 没有的 你想象了 如果 人家教你说 你写一本书 关于神的东西 你会这样写吗 你没有 你不会的 你一定讲 神是 高高在上 你会说 神是高高在上的君主 不过你不会说 他是不仁的 一定的 有可能 你会说 神是一个 熊士 the king the rolling lion 你不会讲 他是一个 高羊的 你一定不会说 他是一个 高羊就是一个 小小的羊 没有必的 没有 for the perfect 去 献给神 去斩死他 然后拿他的血 你不会这样讲的 凡人不会这样讲的 凡人不会这样想的 如果我给你写一个 关于神的东西 他是怎么 你不会这样讲的 你也不会这样写的 你不会这样写的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想安心 在地球会学到 很稳重 enjoy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神给我们的一切 family 事业 运动 什么的 今天 我们享受 不过我们在这些 享受的过路程中 我们说 神 你是超越这一切的 你应该跟自己说 就算有一天 你拿了 我的健康 你拿了 我今天 你拿了 我的family 我还是敬拜你 这个是 就是 fade 深信 the conviction of faith ok 因为我的儿 是永逸的 我的担子 是亲身 没有什么特别 你要做的 神又没有说 你要给 只要钱 教会 神也没有说 你一天 要帮几多个人 神也没有说 你一定要活到 一百岁 神也没有说 你今天可以 要去帮这个 你要去 你要去 传道 神都没有说这些 神都没有 累到condition 他都没有说 他只是说 我付教你了 在这个世界 创造之前 我已经有你 在我的心里 我现在就叫你 呼叫你 呼叫你 你要来到我前面 一定要我呼叫你 当你听到 我呼叫你的时候 在你心灵上 你就要做出一个 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你说神 我接受你在圣经里面 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坦诚的 承认 我是一个死了 睡觉了 迷失的人 我需要一个神 原谅我 不是口头上原谅我 是在世界上 也为了我 顶死在十字架 神得到满足 因为罪一定要给那个假 要一定要 明白 所以耶稣死的时候 就说 I take away every sick of many 不然神 神就说 我一定审判你 你不能够审判自己的 只有神可以审判你 神审判你的时候 他也是 他也是 有一个位 有一个方式 你可以 透过神的牺牲 而得到神的饶恕 所以我说 神看到耶稣 看着你 我的单只是 请神的 don't go around doing life so heavy you know you know what makes this much of money what make one go here go there you know everything reasonably done is all okay I could understand that but please do not just work on all these things work on your faith in Christ 来 Matthew Matthew 1344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间一间就把它藏起来 怕失落它 患患喜喜的去变卖一却所有的买这块地 就好像有一天你比如说 你看那个地上里面 哇有很多宝藏 哇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很多千几百亿几万 这很多钱 你怎么样 你怕不见吗 你就是 你就是跟它盖起来咯 你盖起来的时候 不要紧 你还 这边讲 他还去 卖了他一切的东西 去买这个地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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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拯救 神的福音就是这样 你有一天 遇见到神 看到这些宝藏 你要买住它 不要再失落它 给你变卖一却的去买整块地 好让你永远不会失去 这个就是马太书这样代表 它是超于你一切 你心爱的 你应该爱你的家人 你应该爱你的 你应该珍惜你的工作 这个总是对的 只是说 跟它比起来 神的拯救 神的福音 神的原谅 神的 神的 Promises 更加来得 珍贵 Philipian Paul这样说 Paul在圣经里面 是给形容到 他是一个很本命的人 他是一个 犹太人 如果是今天的世界 他应该是 Prime Minister 他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 一个国家很出名的人 数一数二的人 不过因为他 根据这个 犹太教 他知道有神 他也是 厌恶世上的一切的罪 那些人 去传一传 耶稣的福音 他就去 斩死他们 杀死他们 每个人 有一天 忽然间 他遇到 宝藏 就是神的灵 有一天 他赶着要去杀死 那些 介绍 说耶稣的人 那个 耶稣的灵 问他 哈喽 所说 为什么你要追杀我 宝罗就跌在地上 其他的人看不到 只有他听到 sorry 听到 不是看到 他那个时候 就好像 这可能会发生在你们身上 在某某时刻 神可能很深切地感动你 这可能是一个开始 不是完美 开始 保罗就这样 开始信主 整个人变去了 他在这里 菲利比书 第一章 二十一 他说 他从一个很憎恨耶稣的人 变到一个去 因我活着 就是基督 我死了 就有一处 他的事实说 我在地球 这个连树 神如果要我活 我就活 如果我活着 就是为了要全 传扬耶稣的福音 耶稣的拯救 有一天 如果我死了 也是好 因为我永远 可以与神 亲自可以看到 耶稣的一面 从一个那么憎恨耶稣的人 一个touch 就from then on 就开始成长 成长 成长 可能你也是那个人 OK 我这边 简介 这个第二点 神的荣耀 尊贵 我们在世界 就要献上 我们的worship 献上我们的 我们的感恩 给这个神 闯造一缺 闯造一缺 一缺宇宙的东西 一缺万物 你每个心跳 他也是在看住的 你知道吗 你睡觉的时候 any time your heart beat can stop 你知道吗 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心跳 如果辞了几秒钟 他没有beat 你不死 你也是有stroke了 不过圣经说 神 看住 他的仆人 看住 他的人 每次睡觉 他说 我给你 安息的睡觉 明天 我还是要你 醒过来 我知道 你听起来 会觉得 就是这样说 你们不够 我们可能不够 深入的 你要知道历史 你要知道 你知道吗 圣经怎么来的 有没有这个 耶稣这个人的 我本身有去过 以修 阿曼 以俱 不是说 我去到那边 看到那些历史的 例如 那些 archological 不是 不是 还有一点 我觉得神真的很好 他要教导我 这个圣经的来源 不只是人写的 也是有历史的背景 don't miss it it's not a joke it's not something funny i told you already 你听到 你会说 因为人的本性 不喜欢 神 暴露我们 神 expose我们 好 第二 这个 耶稣的 爱 是人的快乐 喜的 喜性 是人的快乐 这个快乐 是不会被愚动的 当然啦 我们在世界 这几十年 有时候 信主的人 也是会被愚动 我明白 我那个我明白 所以我说了 继续的 在圣经里面 找寻 继续的 听好的道 继续的 听一些人 会解释到清楚的 继续的 听一些人 很直接的 讲话给你听的 不是因为 为了讨好你 而是为了 那个真理 要跟你分享 OK The inseparative 就是 这两个 不能够分开的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敬拜神 敬拜神 荣耀神 是什么意思 是说 透过敬拜神 透过 具体的 有信心 在主里 我们得到一种 来自于天上的 喜乐 All right So this is the marvelous 绝妙的 追求 没有 其他东西 在世界 在宇宙 可以跟它比 OK Now the last one This is the perfect duty 这个是个 完美 你本身 你本来就是 人类本来就是 要这样的 不过因为 这个魔鬼的应勋 他控制了 很多人的思想 他敌对耶稣 敌对圣经里面 给review的那个神 所以他闯造了 很多宗教 闯造了很多思想 他还在控制那些宗教的人 也在控制那些在世上 永滑富贵那些人 钱的 有power的 有popularity的 Ecclesiastis传道书 十二 十三 十四 这些事已经听见了 总义 collectively 总义就是 conclusion 敬畏神 敬畏神 敬受他的 诫命 这是人 所当 敬的本分 或做 众人的本分 因为人 所做的事 连一切 隐藏的事 无论是三 还是二 神 to be 神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 duty 要真正的去认识 这个神 耶稣 圣灵 他的华语 this is not an extraordinary duty 这个不是 overtime的东西 这个不是你公司 说你今天要做 what time 不然不给你 如果你要 earn more 如果你要多一点 工资 不是 这个是本分 小 中年 年轻的 老的 我一定不能够 convince 我一定不能够 sop 我希望神的刀 可以sop hello pn ok 谢谢你啊 马克 马克福音 十二章 三十二 三十一 你要进行 那个是本分啊 你去追求神 so 你要尽心 尽心 尽于 尽于 爱主 你的神 second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 如己 你爱别人 好像你爱自己 没有人不爱自己的 所以他说 神没有说 你要爱别人 不过他也是知道 我们人 在我们的肉体里面 我们一定会爱自己吗 我们起身 缩牙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爱自己的 这个是 这个是当然的 神没有拒绝 这个 所以他说 爱人如爱己 明白吗 神认公道吗 本来我开 第一次我年轻的时候 读这个 应该是说 爱别人 你不要爱自己啊 不爱自己 你怎么做人 你怎么做人 你不认为做人 你怎么叫爱别人 是吗 公道吗 圣经公道 神的话 也是公道的 爱神先 尽心 尽心 尽于 尽力爱主 你的神 第二就是 爱人如己 没有比这两条 诫命更大了 OK last one 约翰福音 十四章 二十二十一 到那日 until that day because 还有 something I have not told you 还有一样东西 我还没有跟你讲 耶稣 在十字架里面 没有抗拒 他有 power 叫一百万个 天使下来 他没有 他知道 如果他不牺牲 全世界的人 都不能够被饶恕 他愿意 顺服神的旨意 在十字架里面 死亡 好让世界的人的罪 给他当当 不过 更紧张的 更重要的就是 他会到回来 他会到回来 解决一切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now I know it sounds a bit mysterious one day we will all see Christ in person 有一天 我们真的 神司令 看不到 耶稣 我们有一天 会在我们前面 显现 信他的就 必得救 拒绝他的 就给他 抓上 就自己要去 我们的灵魂 不会死的 有一天 我们的灵魂 一定要去两个地方 跟神一起 或者是去一个 你不喜欢去的 永远远远远 更重要的就是 我每次讲 在哥林德前书 第十五章 保罗说 神 那些 信主的 去到神那边 神会给我们 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永远不会 伪坏 没有病 没有眼泪 因为我讲 glorified body 一个 封神 一个身体 我们可以 认得 平时认识 平时认得 不过 我们是 不同地球的 那个神区 就好像耶稣 他复活了 他进去一个地方 不必敲门 他就这样跑进去 不过 他的Scar还在 他的 那个钉痕还在 我在想象 I'm getting very excited OK Last one 路加福音 因为你们的财宝 在哪里 你们的心 也在哪里 I Don't Don't I'm going to say I I 我也是一个很积极 很要成功的人 我也是推动很多年轻人 去做得更好 Mutal Fund 卖得更好 保险做得更好 做生意做得更好 做人家的同工 继续的努力 真正热伤 我一点都没有反对这些 我觉得人应该是 要带活出我们最好的那个 不过我是说 在这个超越All this 神是最重要 OK 耶稣是我们的宝藏 耶稣是我们的喜乐 是我们的宝藏 你不要吃掉它 我们的喜乐 是在你内心里面 耶稣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是我们的快乐 耶稣是我们的生命 我最后再提醒每个人 有时候你听到一个好的道 真实的道 原本的道 你是有一点震动的 你是有一点不好意思 你可能也是会有一点 不喜欢的 这个是应该的 这个就是说 在希伯来说 第四章他说 神的道就好像一个岛 两边都坚论 两边都立的 一插进去 插进我们的固 插进我们的 marrow expose everything 暴露我们一些心里所做的 为什么做的 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 OK 所以是一个 Dangerous Message 也是一个绝妙的追求 也是一个 人完美的本分 我可以请你们起来吗 我做一个祷告 好吗 不要 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好好的 好好的 被神的话 也去改变 思想 不要在 feeling那边开始 不要在情绪 不要在你的 心情那边开始 我可以弄到你们 很开心 我可以讲 很好的东西 我可以做一些 magic 我可以唱一首歌 弄到你们 每个人开心 不过这个开心 不是我们开始 应该追求 应该是在思想里面 所以圣经说 改变而更新 听了神的道 我们的思想 开始改变 这个改变 就带来给我们喜乐 so it must start from the mind the knowledge of God salvation then turn our feeling the feeling will follow whatever we appreciate or whatever we enjoy 那神我们 谢谢你 今天晚上 你的道 已经跟我们透露了 那些还在追求 那些还好奇的 神 你是一个充满忍耐的神 因为你自己信神说 我是一个 slow in anger 我是不容易发入的神 我是一个kind 充满爱心 充满爱的神 不过我们不要 延迟我们的认识你 我们的追求你 你的忍耐 是有 是有时间的 神经说到 我们的一全年 是你的一日 是你的一天 所以我们不要怠慢 我们也不要延迟 我们也不要 sluggish 要不要 要不要追求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 永恒的生命 就是在于这 在地球的应讯 我们的喜乐 不会动摇 也是在于这 所以神 祝福每一个人 在场 今天有出席的 朋友 弟兄姐妹 希望 这个道 是个好的开始 保罗说 我没有说 一天就可以改变 每个人 他说神会给我 另外一个机会 继续的 跟你们分享 鼓励 所以我也小发 他的讲法 有些人是怠慢 有些人是比较慢 有些人很冲动 不一下子就没有了 我们要正式的改变 我们要正式的信心 这个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Come to God Now I 多多观开会 你们有谁要出来 给我祷告 世人 可以 你的健康 你的 什么 你就劝备的 下来一下 我们站起来 唱这首歌 但是有个回应上帝 请上前来 我们上这个时候 自由的上前来 Amen 对不起 上下我在桌上 OK 就要有些东西 Amen 来 我们唱这首歌 想 Payima 帮我们去 vrij 唱这首歌 我跳 唱这个歌